当时这么火吗 还需要等车啊 想让我问问你说有没有小毛病 确实很费油 明显变化就是经过四万公里 它的刹车会有点点头的现象 拜见车主大人 大家好 欢迎收看拜见车主大人 拜见小萱 你好你好 今天我们拜见是吉利博越 和他的车主 怎么会这样 大家好 我叫张佳伦 张佳伦 你是哪人 北京的 最近很多网友都在跟我说 想看我们开中国品牌 之前拜的很好的车主 现在开了几天之后怎么样 然后给我给你找到的加上 和他的车车 这台车是几年买的多少钱有本费 这台车是2016年9月29号提的车 然后大约是7月初中的车 等了有两个月的时间 选的是两区的最景费 都会玩的是14万人 当时厂家动了60万人 那就是这样 因为厂家也很选择 不是 就是厂家专门就说 前几天就是本费车 所以就有个这些颜色多贵 当时这么火吗 就要这么多 当时就是动车的时候有一面墙 他们全都是吉利博越 然后像是白色的基本上 就是几十辆几十辆 我忘记了 我知道这次卖的好 没想到这么火 价格也够便宜我 你怎么没有考虑合资车 因为合资的和服装上 特别配置和区别 所以你这个很看着配置 对 因为有些很实用的配置 我觉得很厉害 那你当时是为什么会买它 你还考虑过什么 那你还考虑过什么 你能发负S6这些手机东西 都考虑过 然后像是长安的CF75 还有吉利的D豪质S 因为那个车比较省 而且比较动量 我比较喜欢那个车 但是东东的塞带 没有那个车的数据 然后只有吉利的 那你为什么没有买一系 没有买一系 是因为那个强感的外观 还有它的配置 就是我比较看重大灯 才能一定会比较强 比较强 75呢 75 就前面显得差一点 这问题 就有点不太 比较我的气质 不太 我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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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鬼 我比较强 假的 既然是当初试完 是双鸡鸡鸽的 一二档 在低速的情况下 试驾的时候 顺破 也不是说很严重 但是体感很不可能 排量就是 1.3还是1.4 比较小 然后觉得足度动力 又相对败的 这个1.8的 几般 84碼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才能多一点 对 你俩这可能会很适合 多近一看 有点 我比较喜欢前两个 为什么 这个水波涟漪 你真的会有最喜欢吗 水波涟漪 只能说还可以 就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它的大灯 啊 灯咋了 它有点像那个鸣鸣 然后还有上面 它那一圈 预点水灯灯 是一个结毛的道具 好 很老声 对 除了外观 你也会有什么 还有配置 它有ACC 在前面有探头 然后有全球影像 还有就是刹车 就是在当年来看 就是在这个价位算是很适合 对 好好学习 它的座椅很舒服 就是也比较宽大 全球也比较厚一点 哎有保有问题 后排 那种凹陷的 他们说好像坐在后排 后排 还差一点 没感觉后排 我感觉没有那么多 坐过后排 坐过后排 你觉得也还好 对 你觉得还有优点吗 这个车最好的优点 就是它身上没有一味 优点 身上 放级这么高 就直上你它那种转换 就直接约一约还 就也有什么关系 它基本上是 就是 不爽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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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就是 有缺点 有缺点 后排 后排 的一台 比较高 然后它还有缺失了后排 后排 的电动 对 对 有没有这个缺点 对 有没有这个缺点 但是在底下加一个那个 防反光的键 就更换接了 还有吧 就这都是小问题 这车空间方面 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你家人说什么 跟家里之前比说 比特务稍微大一点 就是 特务稍微大一点 上一代的特务 那就问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车 有没有开出什么毛病 什么故障 没有修过 只是正常保养 在有一次保养的时候 去过节级门 所以它会带出桶子 然后车去把这个缺点 大概多少个缺点 也是接近 38,000的合级 38,000起的这些信息 那这也不算强毛病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还没有过 不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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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 昨天我其实发微博问大家 大家好 你从事也从事不在想 对 大家可以拿我问的问题 对 就是看来接下 对 然后再关心一下保养的问题 这个 不过来 稍微贵一点 基本上就800万大费 800小保养 对 就是换全核程机油的 和精神 就全核程 我们在锻炼 是800万吧 对 你这机油多少钱 你说 一生机油 对 然后加上机率 还有公司 就是 现在完就发展 我加了一个车位 然后他们就开店不过 差不多是 机油加机率 还有公司是685个车 超微打点 对 可以小一点 好 那接下来我看车主的车 出去溜一车 快点 来看一看你的车 其实网友最关心的是你接下来说开了两个波跟新奶花一样 血迹 比如说雪面啊呀 发动机动力啊 然后噪音啊 音响啊 什么的 首先动力方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两年之后还是跟机车一样的 然后像是噪音的话也没有感觉变大或者是有哪些地方比较特别明显的噪音 本身的噪音你觉得出来了吗 可以 可以说就是 审航标准就是这次老人 也没有影响的道理 人家呢 大家这东西怎么觉得变大了吗 我这台车是没感觉变大了 也走过很多烂路 像就是修武那种 或者是去山里玩的那种烂路 最近也开过很多 这台车输了东西上 反正感觉跟新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原价上 对 对 那印象呢 印象就是在中共方面会有些 就是想过街缝或者是颠簸路段会有些冲的那种声音 就是嘎吱嘎吱吱的 也不是很容易吧 就是基本不影响 那还有其他不一样的 然后车机好像这个是基于安主流的类似的 然后车性可能会有些就是让咱的距离会变卡一点 它系统高额率不会比较慢一点 也好使用 这个车载高额基本上 我的手机就能放在这个身体压上基本不用 这有年轻人还挺爱用这个东西 要跑使 我要用招手的东西 对 这个车载很明显变化 就是中国富翁翁翁 它的刹车会有点点头的现象 在新拿到车的时候 它没有这个感情 所以现在刹车也有点紧 对 原来就不论吗 原来是特别紧 就是踩多少它就有多大的力量 也不太影响 就是调转一下自己的脚感 总结来说你觉得现在开了4万多公里头 最初没有太大车 对 我下车也有点紧张 收藏规定 你觉得这台车开起来是优点吗 第一是这个变速箱比较平顺 还有它开起来高速的情况下 除了一点点风噪 别的噪音基本上很安逸 真的假的 也没有特别安静吧 除了风噪以外 还有一点过街缝的噪音 基本上没有感觉 有可能我耳朵会太好 就是过一些坑坑坑坑 它那个地震舒服这些方式 这个还不错 吃完优点了 那缺点 最重要的就是 我看你还得等了很久的样子 对 也比较老人 确实很费油 费油 我看我在网上问 100多条回路里 其中一大半都是油耗的 对 这个车油耗确实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多高啊 我日常在想通舟通行到城里 然后不算特别堵车的情况下 是11个左右 如果特别堵车又是 比较 开始平常又比较费油 就是走走停停的那种状态 基本上达到13个往上 多油耳 那也挺不重要 但我看你表现好像油耗还好啊 但这个表耗还是相当 翻了表就很 没字不准 对 对 有有人问了这个问题 说翻了表 对 对 对 反正表现油耗 比较上加两个 就是16个 那你是怎么算的 因为它有小计 然后我就是每回都是加满 然后到油表亮灯 然后去加油算它的总加油量 然后小计里边是这一笔 披香油到亮灯的小计理长度 然后这么着算出来 然后实际上花多少天跑多少湖里又出来了 对 这样是比较准的 对 好吧 还有一点就是它降挡有点慢 然后主要表现在像超车方面 踩下去会持一秒左右在整体的提速 我懂那感觉 就是动力来的稍微迟滞一些 对 同类型的车都差不多 如果你想要快挡特别积极的 可能就需要买一台便运动挑战的车 对 但是平凡中需要带一点运动 对 就是还是其实要着要着想要的就更多了 对 但是车不可能是那么完美 你这个车轮胎极限来得好早啊 对 这个车想胎是想胎 但是你继续拐的情况下是没有事的 还是抓得入地 你自己要注意安全啊 这个有点太早了 我刚刚才多少啊 30多过弯 能跟那儿想啊 大家学校问的很多的问题 还是十四五万 十五六万这个价位 到底买中国品牌 还是买合资品牌 就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就是各有所好 你要比较喜欢配置 你就选择中国品牌 因为中国品牌对于配置方面比较注重 然后像合资品牌 他们会注重形式品质这些 像是油耗这些 车无完车呀 除非是钱花到了 买车就是想明白了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就行了 各位听话 问题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是哪年的 1997年的 这么小的孩子你毕业了吗 今年刚毕业 还没毕业就买车啊 上学的时候 大二时候家里送的 现在的孩子的条件 你这个ATP远程遥控控制零吗 然后有的车友他反应是10零 是零 但是我这台协了门了 他就是零 好的 然后那你下一台 打算换个什么车呢 换摩托车 哈哈哈哈 你打算自己挣钱换吗 挣钱加贷款 啥 啥